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 有一句俗话说 浪子回头经不换 而佛家则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真的放下屠刀 就能够立地成佛吗 如果成佛真的那么容易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只有释迦摩尼佛成佛了呢 那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句话是不是不真实的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成佛的佛呢 意思是诸位的意思 大仇大物 而圆满 究竟的人 这叫做佛 那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是不是能够办得到 就在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例子 有一个弟子 名字叫做 亚库摩罗 翻成 我们中文呢 叫做子曼 他有一个外道的师父 这个外道的师父啊 告诉这个亚库摩罗 说 你去杀一千个人 就能成天 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师父啊 叫人家杀人的呢 因为听说呢 他的老师的太太呀 爱上了这个年轻的人 可是这个年轻的人 不愿意接受啊 这个他的师母的追求 悲惨 他拒绝了 结果这个师母 就向老师面前告状 说啊 这个学生呢 强保我 他说这个把这个年轻的人杀掉 这个 这个外道的老师 他没办法把这个年轻的人杀掉 后来怎么办呢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 说告诉他 你去杀人 杀一千个人呢 你就能够升天了 这样子 一来呢 要老师杀他 那个国家的警察 也会把他带来去杀他 因为杀一千个人还得了 好 这个阳库摩罗啊 听到老师的话呢 真的就去马路上啊 杀人去了 杀到九十九个人 到第一千个人呢 他遇到了谁了呢 遇到了 释迦牟尼佛 他就 他等等等到 快要中午要过了 他就看这时间呢 诶 没有人来 第一个看到他的母亲 送饭给他 他说 嗯 他母亲杀了也是一千个人 他是准备杀他的母亲了 结果呢 又看看是加姆尼佛经过了 他说啊 杀母亲究竟是不忍心了 这个和尚啊 可以凑做一千个人了 就是要杀佛了 结果佛啊 结果佛啊 就跟他讲 年轻的人啊 你的心啊 太烦恼了 你杀不到我的了 这个释迦牟尼佛 站在那里没有动 这个杨库摩洛就追 要杀佛 佛一点也没有动 就是追不上佛 结果释迦牟尼佛就讲了 杀门啊 和尚啊 你怎么不站住的让我杀呀 这个佛说我老早是停着的 我的根本没有动 就是你的心啊 没有停下来 所以呢 你追不上我 因此呢 他就把心呢 马上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啊 他就发现了 杀一千个人是错的 他当时听到佛的开始之后啊 马上啊 就真的欧罗汉了 就是杀人的一个魔王 听到佛开始以后呢 就真的欧罗汉果啊 这个就是放下屠道 马上增果 立地成佛 这个故事的开源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在 这个人怎么会杀了一千个人呢 还能够正果呢 这个后来过完啊 要来抓这个人呢 但是 结果呢 查一查 这个国家呢 并没有少掉任何一个人 他杀掉一千个人呢 都是释迦牟尼佛啊 变化出来的 用神通变化 变化人 没有一个正的人 所以是呢 这个 这位杀了一千个人的 这杨库魔罗 也没有犯法 这个呢 故事呢 讲到这儿为止啊 那么到今天 大概没有这样子的 有神通的人 变一千个人 让这个 一个魔王来杀 可是呢 就是这个人的 一掌重 而一掌快要消的时候啊 经过佛来点化 就马上啊 就正欧罗汉果 这是啊 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讲 那普通的人 能不能够啊 是放下头道 立地成佛呢 也可以 这在法华经里边说啊 只要一称拿摩佛 就能够成佛道 或者是呢 进入啊 佛教的寺院 进入书教的寺院 就能成佛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让之回头的意思 这要我们的 回过头来 就是暗 回头是暗的意思呢 并没有一定啊 就马上已经上了暗了 他回头的时候啊 就是向暗的方向激进了 向暗的方向去走了 也就是说 放下头道 立地啊 就成全了 成就了 成佛的因 这个也就是将来一定成佛 现在已经成功了 成佛的一个第一步 你走出了第一步 就是呢 动下了成佛的因 所以呢 放下头道 立地成佛 意思呢 可以两种解释法 一种呢 真正的啊 像那个 央活摩罗那样子的情形呢 就放下头道的时候 正乌鲁汉国 另外一种呢 就是呢 放下头道的时候啊 你 就 像佛的话 就 种下了 未来成佛的 这个 因 因素 因缘 那也叫做立地成佛 阿弥陀佛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回忆大师有个寄送 他的原文是 名誉与力养 于人所乐受 能损害善法 如剑斩人头 他的意思是说 名誉跟利益 是愚痴的人所喜欢接受的 但是呢 他们被善法所造成的伤害 就好像用利剑 去斩掉一个人的头一般 那么究竟这首剂子 还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所谓宏毅大师 讲的一个剂子 那 是讲的究竟是什么啊 他是讲的 明文力养 也就是 明和利益 大家都喜欢的 这是谁喜欢的 他说只有愚人喜欢 那有智慧的人 喜欢不喜欢明啊 喜欢不喜欢利益 很难讲 不为自己求明 不为自己求利 这是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 求明 为求千国明 求利 为天下利 这是圣贤的胸襟 那就不是愚人了 那这个 黄大师的这一诗里边呢 就说这明和利啊 是愚人呢 所喜欢的 而 他对人来讲的损害啊 就像一剑 斩人头一样 明和利 本来是人人都喜欢 结果呢 黄大师把他形容成为啊 像剑 可以把我们的头砍掉的 也就是 不一定是把自己的头砍掉了 而是呢 把自己的利益 真正的利益 损失了 就是说善罚的利益 功德的利益 智慧的利益 因为自己求明求利 就把自己的这些利益啊 全部啊 损失了 而就好像是用剑啊 砍掉了人的头一样的 人砍头之后还能活吗 就死了 如果说我们被明和利所困了 那这一辈子啊 你也不要想出头了 就是出了头啊 你也不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在历史上会被人要骂的人 就是说你逃过了历史的审判啊 你也逃不过啊 你自己的良心的啊 因果的啊 这个定律 良心呢 是你自己的 因果呢 也是你自己的 所以是 一个人 如果是贪求名利 的话呢 对自己啊 是不好的 但是 我们要不要明 要不要利益 我刚才讲的啊 圣贤好记 是求什么 千古明和天下的利益 而作为一个副教徒来讲 要不要明啊 我请问诸位啊 释迦牟尼佛 是两千五个年前呢 已经泥盘了 已经过世了的人 我们今天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他算不算有名呢 是有名的 在两千五个年前 释迦牟尼佛是为了求名 而来弘扬夫法吗 是为了求名 而来广度众生吗 是为了求名 而来啊 辛辛苦苦地啊 来关怀众生啊 和社会吗 不是啊 他是为了救济众生 他没有想到 他是不是将来有名 还有 有许多人呢 在历史上是有名的 是啊 奸臣 是啊 忠臣 是啊 人亡 是啊 暴君 这些都有名 哪一种 哪一种 都是名啊 那是好名 坏名 都是名 如果求名 为了求名 而更名的人呢 往往 不会是好名 就是变成了 故名 掉欲 那我们现在社会上啊 有许多的人啊 你叫他做工的 他一定需要啊 回馈 回馈什么 替他做广告 出工的多少钱 希望啊 能够在电视上 或者是呢 报纸上 登很大的感谢 的文章 表示他们 这个公司呢 捐了多少钱 这个啊 是不是求名 是求名 但是呢 这种功德有没有 他没有功德了 他说这到底是广告的效果 他不是啊 来做的啊 所以 不是的功德 那么这种名 也是名啊 可是呢 他不是一个好名啊 那我们呢 在福法里面讲 名将利所 名将 将是什么呢 骑马的时候 一个将臣 所呢 我们看到 有家 有所 把人呢 把他锁起来了 就是等于说是 进的牢一样的 有名 有利 民利 双收 要实至民规的 民 没有问题 虚名 辅明 是有问题的 利呢 不是为自己利 而是利益众生的 那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是 这位子弟的私利 这位子弟的虚名 那就等于洪毅大师所说的 你 就 你的善 你的功德 就把箭呢 攒在头一样的 阿弥陀佛 環保的观念相当盛行 政府机关跟很多的民间团体呢 也都大力宣导环保的观念 但是很多人仍然是只顾眼前的利益 以及生活中一时的方便 而随意的破坏大自然 或者是污染公共的环境 圣言法师有一句话 语意深长 他说 环保呢 要从心灵开始 慈悲呢 是心灵环保的最高原则 你这句话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那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环境呢 有我们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以及家庭环境 还有心理的环境 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啊 生活环境 也就是说 对自己啊 当下马上啊 立竿见影的一些啊 环境的污染 就会啊 非常的敏感 比较远一点的 建计一点的 长远的建计的 就不容易啊 感受得到 比如说人家 丢一袋垃圾 丢到你的家里的门口 你这个时候啊 环保啊 一定要讲环保 比如说 人家 用粪的车子 每天在你家里的门口啊 在你 用过来 用过去 你这个 闻到臭气 你是要啊 环保啊 都会想到 但是呢 这是自私的 个人的 另外呢 这内心的环境呢 也想不到 所以是这个环保的观念呢 虽然呢 大家都在提倡 大家都在 因为需要 甚至于常常看到 一些人呢 在反对这样 反对那个样 但是 内心呢 充满了仇恨 愤怒 不平衡 这样的情况下 要使得环保啊 做到 彻底是很难的 天天和环保 都会折到 可是呢 自己用水 没有机制 自己的食物 没有啊 具用 自己所用的日常用品里面呢 包括用纸 在內不知道要接什麼 每天丟出去一大樓一大袋的垃圾丟出去 但是還要叫環保環保 這是一個問題的 所以是我在齊昌心靈環保 環保要從心做起的 我們自己的心沒有改變 環境是改變不了的 自己的貪心、誠心、妒忌性、憤怒性 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環境是不會改變的 怎麼過啊? 偷痛一頭、腳痛一腳 可能呢 偷痛一頭的時候腳痛痛得更厲害 你腳的時候頭痛得更厲害 你在你頭的時候腳更痛了 那就是循環的惡性 也就是惡性的循環 這樣子呢 我們的環境 又是和環保呢 環境的品質啊 越差勁 那我講信念環保啊 就是呢 主要是慈悲心 慈悲誰呢? 慈悲所有的人 所有的眾生 我們要慈悲所有的人呢 我們不忍心啊 使得其他的人 以我自己啊 而受到傷害、受到損失、受到污染 有人這樣環保 但是呢 土壇隨便土 果皮隨便都 仔細啊 隨便甩 那麼像這樣的情形 究竟是 叫誰來環保? 你前面就後面撿 這是啊 撿的人啊 如果是一種愛心來撿 又是用忍恨性來撿 那仍然呢 都以愛心來愛護啊 我們自己的 每一個人的環境 那我們的環境一定會啊 更親近一些 還有 我們環境裡邊呢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生物 都有他們生存的權利 我們現在呢 破壞環境的時候呢 往往啊 不只手段啊 為了人的利益 人類的利益 人類的方便呢 就使得自然的 界的生物啊 受到了破壞 所以破壞 我們還不知道 那個是破壞 這幾個生存的環境 比如說 鳥類 青蛙 螢火蟲 有一些動物啊 看起來是討厭的 但是啊 事實上啊 有它的功能 所以說 我們如果 能夠有慈悲心 能夠讓 第一個 讓人呢 每一個人 都能夠生活得很好 生活得很安定 很安全 然後呢 使得 一切的生物 一切的動物啊 都能夠和諧的相處 這樣子呢 我們內心是平靜的 我們的環境呢 也會感覺到 不是啊 那麼的壞 就是環境一團糟 你自己的心 不是那麼憤怒 不是那麼不平衡 你至少過的 還不是那麼痛苦 這個呢 這是我說慈悲 是讓環保的 心靈環保的啊 重點的原因 阿彌陀佛